下个星期就要过年 今年过年期间 中国境内客运量将达到36亿人次以上 虽然刚升级了线上订票系统 但是频频故障 以票难求的现象仍然是没有改善 才进入春运正式启动后的第四天 广州铁路19号的客流量已经突破百万 1月16号上午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和中国铁路总公司 总经理盛光祖等人到北京火车站 了解今年春运期间铁路运输情况 据法治晚报报道 当马凯在后车大厅内随机询问一位女乘客购票情况后 这位名叫刘秀琴的女乘客回答 今年票还行不难买 这则新闻一经播出 遭到了大量网民的挖苦和讽刺 很多网友反讽 我也买到了大年31的票 我买到的是1月32号的 我也买到了2月29号的 小弟不才 只买到了星期八的 广东网民是一名网友质问 敢问大姐与铁路总公司什么关系 票是怎么买到的 顺便帮一下忙 也给买一张吧 我给你手续费 因为大部分人都穷不到票 只有他抢到票 也有可能是什么 内部关系也不一定 记者调查发现 今年春运购票难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 多数人表示 今年的火车票同往年一样 无论是亲自到车站买票 还是通过网站或电话订票都极为困难 而中国民众在买不到车票的困境中各出奇招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四川成都一名未见新婚太太 并拜会丈母娘的男子 在买不到车票的情况下 起码穿越塞车的国道 马上回家 新唐记者张天宇 李勇采访报道 如果我们希望有名之后 我们希望导致